后面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颜色的调配 我们点这个颜色的调色版 点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有白色的背景 各位看到我们调整变成白色的背景 那我们也可以改变不同的颜色的背景 它会自动帮我们调整整个颜色字幕的色系 这个相当的智慧化 所以我们只要调选背景颜色 那如果当你调整成白色的背景的时候 上面有前景调色盘 我们可以前景调色盘 可以做前景颜色的调整 那还有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 各位要特别注意这个 当我们背景颜色是白色的时候 只要出现这种彩虹的这颗球 点下去之后它就会自动变换颜色 它会智慧帮你选择这样的颜色搭配哪一个会最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 如果我们把画面背景颜色改成橘色 就会看到那个彩虹球已经不见了 就代表这个 这个软体会很智慧的帮你调整哪一种颜色搭配 会是最好 而不用像PowerPoint 当你改变的背景颜色 前颜色要跟着调整 这个软体会自动帮我们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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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